大家好,我们现在正在犹太月份的以路月,现在是第六个月,我们要进入第七个月,就是分别为圣的时刻。 现在我要为大家先念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5章十节,最后一节,是用希伯来文先读给大家,非常有诗意的一节。 是非常有诗意的希伯来文,它是说,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,歌唱来到西安,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,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,忧愁叹息,尽都逃避。 这是给我们的盼望和应许,现在全球都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,但我们要被神话语中的盼望来鼓励,在所有的经文希伯来的预言当中,神对我们的计划是好的。 思想这段经文,希伯来文,在希伯来文里面指的是耶路撒冷,但也是神对耶路撒冷永生的计划,好像就是天上地上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合在一起,就是耶路撒冷的命定盼望神国度正面的应许。 其实希伯来文,希安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指路牌,路标,神把耶路撒冷放在地上如同一个指标,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如何,天上的耶路撒冷也要来了。 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的新闻,当我们为神预备我们的心,在我们的心里预备为神的一个大道,我们带着欢唱永生的盼望和喜乐,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祷告,一同在灵里走向神为我们预备那向着其安永生完美的计划,奉耶稣的名。